老 老師 問題 inclusion 我是遺留想法 還有成品 兩個援助 還有文勤病 像我們其他雲齒 還有SH Jennifer 他們現在要 In summary 閃曉 就是不得了 不倫理行為背後疏的原因 就是整身之刊主 今天分享內容有 有不倫理行為研究 不援教不同凌理行為 非可責任出這個 COVID 或是如何改善 這個都是結論 我們首先來看 文理行為研究 讓原理行為研究發展 過去有很多相關的研究 要提起 Aqui 意外看違ogy 課程是教導原理上的對或錯 那原理行為被視為是個人的克制 那現在比較偏向研究的人 如何來做倫理判斷以及影響期判斷的因素 那原理行為被視為是可以出行 而且是不斷變化的 那作者以行為流理學貫帥幾篇文章 然後他作者對行為流理學的第一名就是 有系統以前可以預設研究方法 然後去研究人類如何做出道德上的判斷 的反應及當這個情境牽涉到他人的時候 並且牽涉到他人或者是違反到自己的利益的時候 會如何去做一些反應 那就有兩大件事就是分成刻意的不倫理行為 或以及非刻意的不倫理行為 那刻意的不倫理行為就是說 我知道這麼做是不對的 但是我還是這麼做 但是我們就是要找出那背後原因是什麼 那非刻意的不倫理行為就是 我不知道這麼做是不對的 或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已經牽涉到了相關的能力 我怕他自己 好 好 好 再我前來看你 看你比較不倫理行為 那可以的不倫理行為呢 就是受到情境 你社會力量影響會大於個人的特質 那情境有比如說 像黑暗的空間下就會比較容易汗水 或者是比較髒潤的環境 會導致更多的垃圾 或者是就會有更多切到案件 那社會有關於社會力量影響的話 還有實驗Mumber的遍跡實驗者 Mumber監獄實驗 還有GINO的資訊實驗 GINO的資訊實驗就是讓受制者分成兩組 然後就是做那個數學運算的運算 然後就是分成兩組 通知組做完是給實驗者來評分 然後實驗組做完是自己評分 並且把那個那時候 當時候運算的就是最主機就碎掉了 那就是節目就是資訊的主題 就是資訊的主 成績都會高於差評的主 然後就是這個產生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今天作弊 然後說我的品分數是高的 就是作弊的代價會很低 因為我的證據已經被碎掉了 所以不需要付什麼代價 他不用去修正他自己的道德上的一些形象 所以就是他還會做這個運動力的行為 那這兩三個概念 如果你想要刻意的負責理行為 那一個是道德信用 道德信用可以施為道德的個人帳戶 那我們今天存進了很多道德的正向的道德 那我們就覺得 我好像做一些不道德的行為也沒有關係 就是把它視為一個帳戶的概念 那道德怨恨的比較複雜 就是在一個情境下 有人不願意同流合污 那些願意同流合污的人 會表示比較多的怨恨在那些不願意同流合污的人身上 就是他會刻意的去貶低那些不願意同流合污的人 這是刻意的就是去貶低他們 那道德的虛偽就是人們都想表現的道德 可是又不願意承擔道德所要付出的代價 就是在這個社會相處的過程都會有雙重的標準 那非可依的物理行為有三個原因 就是有限的理論跟存在中間媒介 以及自覺的落絕力都會影響到非可依的物理行為 那有限的倫理呢 就是我們會不自覺的去騙談自身法理的成員 或是過度妖魔 或是一些其他的不倫理行為 我們都會有去察覺到 原因就是因為有限的倫理性 我們都會有去察覺 那存在中間的媒介是 一顆要有這份的兩組 然後就是反問受制者哪一個 哪一個行為是不倫理的 那A組的話就是一顆 他有一個成本是2.5元 然後收價13塊錢 然後最後他用S藥局提高收價到9塊錢 那B的話就是一樣是2.5塊 然後也是要收價13塊 然後因為通過了另外一個Y藥局 然後最後是25塊 那受制者會覺得 這個這個行為就提高了9塊 是比較不倫理的 原因是因為B的話 他有通過一個中間的媒介 就是Y藥局 所以就是人們就會忽略 有這個中間的玻璃的行為 那最後一個是以直覺做決定 就是他裡面就是有一隻 有一個人家他們養的狗 在他們家前面被撞死 然後他們剛好喜歡吃狗了 然後他們就直接把這隻狗 就是拿來吃 這樣會不會有波羅里的行為 那有人就直接說 喔我覺得這波羅里啊 為什麼 為什麼你這樣就不行啊 然後你問他說為什麼 他又收不去的原因 他說我也不知道 這樣就是不得 那就是以直覺來做決定 他就會產生這個波羅里的行為 那只是以直覺做出不倫理的行為後 我們會用意思去推動 我們剛才做的決定是正確的 那我們接下來考驗我白色 好接下來就來看 行為倫理學要去 要如何去改善個人的倫理觀 那我們現在會針對兩個部分來做說明 分別是個人跟組織 那第一個呢 就是改變個人的倫理觀 那做者他提到了 每一個人在做決策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兩種思考模式 分別是系統一跟系統二 那系統一他是比較偏向直覺的思考 他是一個比較有效率 而且是大部分人在做 日常生活中做決定的時候 都會是以系統一來思考 就像是如果你要去市場買菜 這類的思考 那系統二是比較偏向理性的思考 他是一個緩慢、費心力、有邏輯的方式 那就是比較 如果你要做出一些比較重要的決定的時候 你才會啟動系統二的思考 那在了解這兩種思考模式之後 就可以解釋很多你日常中的行為 像是你在對一個倫理的偏好 有不一致性的時候 這種情況就可以解釋 那作者提到的一個例子 是在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 勢必是有一群人他是做出了違法 不符合倫理的事情 才會引發金融危機的產生 那同時背後也有另外一群人 他是也是這個金融危機的幫兇的 只是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正在做錯誤的事情 或是他在一個社 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屬於一個社會的壓力跟情境 是會把他脫離倫理的範疇的 那我們就知道 通過思維模式的轉換 是可以影響人去做一些 比較符合倫理的決策 那接著就來談改變政策 在Caperon裡面 朱瑞也提到了一個例子 是公司他都會請第三方的獨立的審計機構 去審核公司的財務狀況 那這個第三方的審計機構 就必須要被公司的債權人跟股東保持忠誠 但並不是所有的審計人員 他都是完全的獨立的 那他同時也可能受到一些誘因 像是他可以把他的資訊 去賣給他的客戶去牟利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利益衝突就發生了 他必須要被公司保持這種承擔 他同時有一些又有隱居 讓他的客戶開心 那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利益衝突通常都是在做對的事情 跟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之間的一個增長 那利益衝突通常是非常的不是很明顯的 所以連當事人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正在 他的行為受到利益的誘惑 所以實在為我們就在了解到 對方會有一些心理因素去做出不符合倫理的行為時 我們就應該要警惕 那組織的政策制定人呢 像剛剛提到他們在警覺到利益衝突是不明顯的時候 他們是可以透過制定政策去干預員工看待問題的方式的 進而去影響員工去做出更符合倫理的決策 那簡單的做一個結論 所有人都是有可能做出不符合倫理的行為 但正常不過的 那作者他強調是應該 我們應該要把自己的過去的行為 跟我們理想中的表現去做一個比較 那檢視我們其中的倫理的缺失跟不一致心之後 再去思考自己對於倫理的渴望 還有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那去做一個反思後自己推進的行為 大概是這樣 OK 謝謝